太靈活了吧 抵羔羊之描运戏 对战广口 月博佑 我现在能把圆珠绿飞到小数点后一万位 谢谢 特别帅气 太棒了 眼花聊了 掌声不要提 前妻虎 防护工程专家 军事工程专家 教育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为研究防御和武器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2019年82岁的前妻虎 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务 并将奖金800万人 全部捐给西部贫困学生 中央电视台小不点大能耐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少年守护者前妻虎 我想对新时代的少年们说 第一 一定要立志报过 第二 一定要有奉献精神 第三 一定要不怕困难 在过去的日子里 我不断地捐助困难学生 向自己的冤事津贴 我想奖金公司等用来捐助慈善事业 培养一个孩子 就救助了一个家庭 如果我的捐助能让他们继续上学 成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才 那我会觉得非常幸福和有意义 所以我希望每个少年长大时候 为首往事都可以毫不亏旧地说 我这一生没有落落无为 没有虚度年华 我的一生活得有价值 为不佳 为人民 贡献出了自己的心血 大家好 好 让我听到你们声音 欢迎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现在所看到的是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所带来的小不点大能耐 我是新任的时空管理员 我是张伯倩 大家好 我是新任的时空管理员 我是侯雪庸 大家好 雪庸好 雪庸今天特别地美 但是我觉得你这句话的意思 好像是想听大家叫你帅哥 还正式 来 叫一句帅哥给我们博尖听一点 太给你面子了 今天的观众 但时空管理员总有一个特别的定义吧 你都已经当上时空管理员了 你还不知道时空管理员什么意思 跟大家赔个罪 我再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时空管理员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叫做 小不点大能耐超时空快递站 来自全国各地的少年们 都会带着自己精彩绝伦的 记忆包裹来到现场 寄送给未来的自己 留下美好的童年回忆 特别特别地棒 而且也非常期待 那么今天呢 在现场也有非常多的少年守护团的嘉宾们 紧接着下来借用大家热情的掌声 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嘉宾 然后我们来欢迎到的是 中国科学院的心理博士 锦小娟老师 欢迎锦老师 锦老师好 紧接着欢迎到的是我们的歌手演员 王岐老师 王岐老师好 欢迎您 哇 太帅了 是的 还有非常漂亮的青年舞者 李依然老师 依然老师好 欢迎您 以及我们最厉害的国际特级技艺大师 我们的 徐洋然老师 欢迎你 欢迎老师 欢迎各位的到来 同时呢再次把热烈的掌声 送给台下所做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你们好 欢迎你们的到来 欢迎来 那么就再次要宣布时空大门即将开启 让我们首先有请第一位少年闪亮登场 有请 欢迎小朋友 嗨 小不点 嗨 你好 你很有气势 我们现场的观众给他一个尖叫声好不好 好 有请 你好 还有一位 你好 特别有这个明星的架势 介绍一下两位 大家好 我是来自山东青岛敦花路小学的巅凤宇 今年六岁 这位是我的爸爸 谢谢大家 大家好 兴奋到刚刚有点破音 破音了 我感觉今天这个凤宇来到现场 你看还特意选了一件戴数字的衣服 对 我觉得今天他的大能耐应该跟这个有关 对不对 你先给我们看看你的记忆包裹里面装了什么吧 把它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看看吧 是什么 是一个拼图 这是小语小时候一岁十个月 我们突然发现 她能够自己辨认全中国每个地图 比起看地图 只要看一个全国地图 就会知道每个市场的地图 讲到记忆 我们现场国际特级记忆大师徐杨然老师 我们有没有这个机会互相切磋一下 感恩 可以 杨然老师都还没回话 你就先抢答 一岁十个月 她就会的这个中国各省的拼图 我们就由这个来做一个测验吧 我们请凤宇转身看一下我们的大屏幕 来 我们看一下第一题 这是哪个手 陕西 确定吗 杨然老师 我认为也是陕西 正确 那我认为吗 我觉得两票的话 那应该也是陕西吧 你到底知不知道答案 看一下答案 看一下答案 陕西手 正确 这个对于我们凤宇来说 难度简直太小而苛了 我刚刚还找了一下陕西在哪儿 从开始你就输了 不然这样子 我觉得听说凤宇对这个完全都不是挑战的 对她来讲 她还可以把这个绳 做一个左右颠倒 180度旋转 杨然老师 这个你可以吗 从背面的来辨认 应该可以 老师加了个应该 你有听到吗 有点没信心了 是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的题目 是哪一个省呢 凤宇请做答案 这个四川省 四川 这个已经是背面了 你真的不假思索地就答出这个答案了吗 确定吗 确定 那我们来听听看杨然老师你的答案是 我认为也是四川 那我们公布正确答案吧 四川省的背面 太棒了 背面也可以 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增加难度 我又来挑事了 好 怎么说 如果说把一个省的地图背过来 而且还要遮挡一部分 凤宇你还可以吗 这个不是百分之百可以 我们很成熟 不是百分之百 那这就是挑战的看点 你要问他百分之多少 他会说99.999 他几乎是完全看的 遮挡 因为他小时候就可以遮挡 甚至遮挡到四分之三 有时候都能看的 但是因为很长时间没有看了 所以现在遮挡一半我觉得没问题 那你需要复习一下吗 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然后这样看了一遍 杨然老师 我们六岁的凤宇她说OK 你的部分呢 我也OK 您先给我们分析一下 这道题的难度在哪 首先他将原有的地图 进行一个背面的旋转 这就在原有的基础之上 增加了一层空间逆转换的难度 然后再其次呢 他又进行一个局部的遮挡 那么对于这个凤宇同学来说呢 他就获取的这个特征跟线索 就会越来越少 那么就会对他的精准的技术 跟空间想象能力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个难度翻了一倍不止 既然是一倍不止 杨然老师待会你第一个回答 我试一试 好 那我们来看大屏幕 请看题 这是哪儿啊 我认为应该是青海 青海 这告诉我答案了 我都不知道这到底是对还是错 凤宇你认为呢 我也觉得是青海 你知道吗 我就连这样看着我都不确定 是不是青海 就是把答案给你放在上面抄都不会抄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是 青海 恭喜 太厉害了 你自己掌声鼓励一下 正确 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宝贝我捏捏你的脸 你是人工智能吗 不是 还是挺Q弹的皮肤 你这样吧 你再给我们看一看 你的记忆包裹里还有什么 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打开看看 哎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背诗词的 他有多少首诗里面 这都是爸爸的符记 他从小从三岁开始 背诗词 我每一篇都给背每一篇 我都给他记录一个 到他上小学之前 他已经能够背 大约一千首古诗词和古文了 一千首 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的 必备古诗词古诗文 他都能背过 这个意思是说 待会我们现场随机地考验他 其中不管是小学的 初中的高中的古文 甚至唐诗三百首他都可以 不在话下 这样吧 我来出一道题好不好 好 因为刚一说到这个高中的古诗文 我就想到了一个我的噩梦 不知道台下有没有同学 跟我的这个意识一样的 有没有共鸣 我看到同学的表情简直了 你好像就是坐我旁边的那同桌 会背的有没有 来 谁来 一句就好 一句就好 你们是刚刚参加完高考没多久 一句也好 你们的老师都正在看这个节目 全军覆没吗 谁来 我来点 好 这位男同学 那就从头 以高杨之苗一息 镇黄考约伯庸 涉笛真于梦邹习 唯庚吟义相 我的妈 这是在背什么 我都已经想不起来了 你当时背这个课文的时候 是不是觉得特别难 因为他那个每一句的那个 句式格式都差不多 而且我当时背的时候经常 背着背着我就背回去了 又从原点开始了 那这个条件你可以完成吗 风云 我不仅能背高中必背古诗文理那几句 我还能背诵全文 你看他有多患眼 想不想听 那一定要来个掌声一下 不然这样子好了 因为节目的时间关系 我们就选择其中最难背的一整段 来呈现给大家好吧 因为刚才你维持了三秒钟吧 对不对 接下来让你看看什么叫做大师 请问凤宇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请开始你的表演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名于岳正德系 自于岳平俊 奋无尽由此内媚系 又重之以秀能 互将礼于辟致系 任秋兰以为佩 欲于若将不及系 孔年岁之不无语 照鲜皮之木兰系 西兰昼之肃忙 日月乎其不艳系 春与秋其待续 唯草木之灵墨系 孔梅人之池木 不服壮而气晦系 何不该此度 乘其技以池城系 来舞蹈浮仙路 西三后之纯粹系 背骨中方之所在 大声就 背骨中方之所在 大声就 知道我为什么没有打断吗 是我不知道何时结束 已经超出了 是的 而且我们凤宇刚才特别有意思 就边背边给自己 使劲 对他会有一个自己的记忆方式 是的 他背骨之刺 我觉得他不是简单的背 他背的时候 他有自己的感情和表达的方式 还有那个节奏 有节奏感 仿佛他理解了里面的含义一样 是的 我发现他的手势 也会跟随着诗的内容变化 对 跟着节奏在做 小军老师 你的下巴刚才掉下来了 已经掉到地上了 捡起来了 六岁的小朋友 是 非常让人震惊 刚才地图的这个形状记忆 图形的这种心理图示 应该说是一种很超常儿童的 一种表现 然后刚才呢 这种文字的记忆 又加上对文字的这种意义的理解 简直是不敢相信 是六岁的孩子 特别惊讶 只可跪下不可言传 来 我们问一下那个凤宇的爸爸 孩子有没有特意地去学过 记忆的方法 他没有 本来我们有 他四岁的时候 我们去山东台做节目的时候 也有一位记忆大师的老师 对他很感兴趣 当时就在门口等着他 老师就说 他有没有方法 我们说没有方法 老师说 你就这样生计吗 我说他确实是生计 所以说这有方法了 还了得吗 来 我们接下来 再来看一看 你的记忆包裹里还有什么吧 听说不仅仅是语文抄群啊 还有什么 难道是 让我们跌破眼睛 这上面写什么 数学 真的是数学 哇 这个是 这是什么书啊 高中的课程啊 我的妈呀 还有一本初中的 初中高中的你都会啊 大家想不想知道 凤宇的这个数学 到底有多厉害 我们来看一段视频啊 这段视频记录下了凤宇 练习数学的时候的 一小段的经历 我们来看大屏幕 这个全部是 二的开方 二的次方 我被耕震了 这是你的手 我看不懂 这是旁边 对 后面的一个 学家宋银 这是他自己 今年我们 带他去新疆旅行的路上 我们就在路上呢 他自己在后排坐 他有自己拿着笔和纸在写 他自己在算 晚上我们到酒店以后 他又要了一张纸包 他全写下来 我很惊讶 一看他就把从一次方到二的 当时是42次方 当时是24次方 24次方 我提问他 他就能说出来 你敢说错 我们记忆大事不让 刚才我记得这个平方的 包括很多次方的计算 应该是初中数学 才能学到的一个课程 对吗 对 那高中的数学你可以吗 可以啊 来这样吧 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第一题 LOGO以二维底67108864的对数 这又运用到二的次方了 注意看 注意看啊 风雨老师 给大家画重点了 又运用到二的次方 看到了没 正确 我看了 但我看不懂 第二题 LOGO以三维底243的对数 因为三到五三的次方在这中间 所以他就等于 LOGO以三维底 三到五次方的对数 三的次方 所以他等于五 为什么等于五呢 因为五十二十八的三的次方 为什么省略了这么多的计算步骤呢 所以他就等于 这是有个换底公式 LOGO以八为底 八的三四方的对数 所以他就等于三 特别了不起的是 他从哪去学到这个LOGO呢 他呢是平时 他不看动画片 他喜欢看小视频 他看了这一类数学的小视频 他特别喜欢看数学的 他对数学非常感兴趣 他看完了就问我 我就要找书先来拿回来 自己学一下 然后再交给他 你给爸爸的压力好大 我就是自己看数学 看到对数了 然后我就问爸啥是对数 然后爸里先自己查一遍书 然后再教你 所以说爸爸在教你的过程中 也是在不断地学习 对 我也很苦恼 给他当爸爸压力太大了 对 他最近又开始学三角函数了 天哪 天哪 那是大学的内容了 三角函数是不是这个 sine cosine的那个 对 对 我就只会念这两个而已 我真的第一次见到有小孩 不喜欢看动画片 喜欢算数 而且还在出游的过程中 爸爸请帮我出个题吧 我的天哪 对 我们在他睡旅行的时候 很累到机场了 或者火车站了 想休息一下 然后我就说 爸爸 我累了 你给我出两道数学题 我先会吧 这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我无法理解 是 就是你的同学们如果看了这期节目 一定汗流浃背了 说这丁洛宇怎么这么厉害 有啊 刚才他后边有一个同学 就不把数学当成学系 他把数学当成是娱乐 是玩 不当作业 这就是他成功的关键 但其实虽然我们看了两段视频 我还是有点不相信 不相信 现在这个AI技术这么发达 对啊 万一是给你这个换了个脸 换了个头呢 是吗 爸爸也会剪辑是吗 对 对 当我们光说不练假把戏 我们现场来直接考一下这个对数的部分 好不好 来 让我们有请中国教育学会小学数学专业委员理事 北京市特级教师 余萍老师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现场为你出题 敢不敢 欢迎余萍老师 欢迎余萍老师 余萍老师好 余萍老师好 接下来呢 请余萍老师现场出题 凤语现场作答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那我们试试看 考虑时间的关系 我出一个短一点的 试试看 好吗 好 我还背过去 你看 没关系 凤语 你可以不用背过去 我们的耳麦有人说你可以转的 但他对自己的标准是 我待会儿一眼看 一眼答 这个叫短一点的 余老师 老师 这个特别长吧 这个树都已经螺螺了 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 也可以在心里面去做计算 我们待会儿看答案有没有一样的 这是演算过程 对吧 好 凤语你可以教教我们吗 三乘以三呢 三乘以三就是这个三乘以底下 以五为底 五的三次方的对数就是个三 就是三乘以三 这个二乘以六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这个二 然后再乘上 以二为底二的六次方的对数 就保留这个六 你凹什么 你真的听到了吗 是一个主持人要补空白的意思 多数是九 减二乘以六 这个我会算 二 来 接下来雪庸请作答 赶快 负三 负三 恭喜答对了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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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特别厉害 特别厉害 老师这个程度 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吗 通常情况下 对数的学习是在高一 很多同学是经历过 这样的学习过程的 那这个难度 对于一个六岁小朋友来说 它的难度 考验的程度在哪呢 一般情况下 我们不会用这个难度 去考验一个六岁的孩子 也就是说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是什么 没见过这样的孩子 我从教二十多年 也一直在教数学 也遇到过很多记忆力 和理解力比较突出的孩子 但是像你这样的小朋友 我今天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太棒了 相信大家都大开眼界了 对吧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先谢谢余萍老师 谢谢 谢谢余萍老师 谢谢余萍老师 好 谢谢 好 刚才的挑战 也已经圆满地完成了 我特别有一个好奇的点 就是凤宇的爸爸和妈妈 你们对于数学都很敏感吗 没有 你们是什么专业的 我是学高分子的 是理科的 妈妈是学航空的 都是学霸 没有 在他面前我们都是学渣 刚才我们看到了 这个凤宇很厉害的数学的计算 大家以为这个就是凤宇 超级大脑的极限了吗 那就大错特错咯 今天呢我们现场也提供一次闪存的机会 你可以现场啊把一段非常精彩的记忆 存到你的记忆包裹里一起寄送给未来的自己 你决定挑战什么呢 我现在能把援助率逼到小数点后 一万位 一万位也能任意接龙 今天凤宇要挑战的是 一万位 万位 快点了 我觉得对一个选手的这个大脑的记忆容量 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 而且也需要非常强大的这个记忆耐力 它才能够做到记忆那么多的圆周率数字 太厉害 再次掌声鼓励一下 我们凤宇简直就是天赋一扁啊 如果她有成功挑战的话 她将会是全国非常难得 可以在六岁完成小数点后 一万位的记忆大师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闪存时空 准备好了吗 凤宇 准备好了 请开始 欢迎徐老师 请您担任本场挑战的裁判 并且宣读挑战规则 一次机会 凤宇 你听清楚规则了吗 听清楚了 在今天的挑战之前 有没有想要对自己信心喊话一下 你觉得自己做得到吗 好 让我们拭目以待 来 我们看大屏幕 我们现在在大屏幕上面 显示出来的是 圆周率的小数点后一万位 那我们现在呢 也有请三位嘉宾 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参与凤宇的终极闪存记忆挑战 而且我也想让老师们 心眼渐渐看这位小小七一大师 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 首先呢 首先呢 就我旁边的景老师 您先来出第一道题吧 绿色大屏幕 5N 2 0 7 5 4 5 6 5 4 5 凤宇 请作答 3 2 2 0 7 7 7 0 9 2 恭喜答对 答正圈 第一题挑战成功 再来有请 徐老师 我选择红色屏幕的EA 2 9 0 1 6 1 8 7 6 6 7 1 9 5 2 4 0 6 1 6 3 恭喜答对 回答正圈 绿极我发现 这是60001到7000的推图 厉害 他连位置都记得住 灰色版的 灰色版的 第六列的P 2 3 3 9 0 8 6 6 3 9 3 8 3 3 9 5 2 9 4 2 恭喜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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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出怒音了 王岐老师 我发现都一样 就是你从这儿和到那儿都一样 对他来说 这准确率就是百分之百 我想说哪里一样的 我怎么看不出来 对 我感觉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 因为他并没有 在这个绿色牌子 红色牌子到这个灰色牌子 对他来讲没有颜色的差点 他的背中的速度并没有影响 就说明对来说是一样的 我要凡七道而行 第一个 第一个 一A吧 他是不是背到一半以后 把第一个牌给忘了呢 就跟那个读书一样 第一也不一定是最熟的 对呀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我要我要来这个 橘色牌子的 呃 来这个 第十列的 B 54 930 38 196 44288 10975 恭喜答对 没答张欠 毫无选拥啊 恭喜 天哪 我不懂你 好 这样我们让台下的观众朋友 来选怎么样 好 有没有人想要挑战看看 我要选绿色板块的 好 自己选的自己做的 好 好 一差点想做下去 绿色板块的哪一个 绿色板块的 7C 85 473 32699 3908 145 466 回答 请收好你的笑容 小心 我来 我要找一个既有绿色也有红色的 明白了 哇 你好聪明哦 但对他来讲颜色是没有区别的 没有区别的 第十列的 T 50 687 72 460 290 16 18 766 回答正确 恭喜答确 连对了六道题了 接下来还有四道 还有四道 我说一个蓝色牌子的 好 22874 89405 60 10 150 330 恭喜答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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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内计考上的七道题 来第八题 这位女同学 我想选一个那个红色的 10T 84250 39127 凤鱼 请作答 等等 我在想一会儿 好 第八道题卡关了 这道题 有水分啊 我们再附送一次这个题目可以吗 84250 390 39127 到底这道题 会不会成为我们凤鱼的卡 是不是 577 1028402 恭喜答确 我必须说 凤鱼的工艺效果太好了 吓死我了 选在这个断点 节奏感特别好 对 最后倒是两题 我想出灰色牌子的第九列 然后契行 05600 10 165 52563 75678 恭喜答确 恭喜答确 我必须接着最后那个75678的帮 其实一万位的最后一位 是 这个对他来说反而是简单的 你知道吧 一定会特别关注的 这样把最后一道题 我来出好不好 我会想体验一下 选择哪一个 凤鱼你不会败在美绿的手上吧 我来选择 红色的 红色第七列的T 20922 22453 最后一道题 请作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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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来 我看来你需要再附送一次题目了 找不着了 等会再看一下 我出的是啥来着 红色的7T 7T 20922 22453 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标志性的 因为有四个20在一起 诶 诶 周董 我要先想一会儿 没关系 我们节目有90分钟 哈哈 不着急啊 最后一题 最关键的一题 到底有没有办法记忆闪存 凤鱼 你随时要回答 随时举手告诉 告诉我们 再来的你重复一遍 20922 不用重复了 哎哟 凤鱼 最后一道题 你的答案是 39751 39856 26476 恭喜答案 恭喜答案 全场的观众朋友 要请挑战 让我听到你们的尖叫声 先动 挑战成功 好 好 同时我们也热情的掌声 谢谢徐杨然老师 以及我们三位少年守护台的嘉宾们 谢谢你们 风雨特别特别的棒 太厉害了 我要对你膜拜了 可不可以分一点大脑的这个容量给我 我光是有时候要寄我爸妈的手机号 我都有点困难了 这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这也幸亏是别人家的孩子 这要是生在我们家 我跟我爱人都是学音乐的 顶多交到七 我觉得我更关心的是 因为风雨现在六岁 我更关心的就只有一件事 就是她快乐 我们都能感受到 她很快乐 她很自信 她为她自己掌握这些觉得很骄傲 我觉得这就够了 对于一个六岁的孩子来说 这就足够了 可能她在以知识为系统的这个记忆上 表现得特别强悍 是的 所以就是建议爸爸妈妈 还是带孩子去做一个超长儿童的 这个智力的鉴定 今天呢你这段非常精彩的记忆 也已经闪存成功了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寄送快递的环节 好吗 好 接下来我们即将打开时空之门 凤宇请准备好寄送你的记忆包裹 我的记忆包裹 寄给未来17岁的我自己 因为那一年我将要准备参加高考了吧 下学期我将从小学一年级跳到二年级 也许还会跳起 但不管怎样 我希望我今天的记忆展示 能一直激励我 呼呼呼呼 助力我考上最理想的大学 将来成为一名超厉害的数学家 报效国家 请小不点大能耐 时空快地震 接收我的记忆包裹吧 请记忆包裹自行进入接口 你的记忆包裹已进入时空隧道 它将和长大后等你见面 请领取你的专属成长印象 丁凤云加油 我们未来见 祝你好运 希望凤云在未来她的记忆游戏世界里面 可以寻找到更多快乐全员 祝你好运 风雨 拜拜 让我们马上有请第二位少年闪亮登场 有请 你好 特别帅气 欢迎 好萌重的服饰 真的 欢迎你 嗨 大家好 我叫赵浩然 来自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金县 走在我们当地的街头 你会明显地看到 我们这朝鲜族特色非常明显 我们街上的标志 都是由朝汉双语标注的 虽然我不是朝鲜族 但是从小到大 我都非常喜欢朝鲜族特色美食 尤其是朝鲜族辣白菜 用剪刀咔咔咔剪 再配上铁锅炖大鹅 老香了 我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庭 爸爸在离一局上班 妈妈跟朋友和开一家小麻辣烫馆 平时有空闲 我更多时间会去店里帮忙干点活 忙活忙活 29号 谁在麻辣烫 我从小就显得成熟 其实我今年才读职业高中二年级 未来的职业道路我已经规划好 因为幸运的我 已经找到了热爱一生的事业 至于是什么呢 你马上就会看到了 咚咚咚咚咚咚咚 咱 下架 猫咚咚咚咚咚 有个一护狗一段落 Let me hear you say 没有什么该难过 Yeah let me hear you say 月星 下 gives – Ich Ultra 女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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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一、二、三 你先鼓励一下好不好 太厉害了 现在我们做的是我介绍吧 赵浩然 大家好 我叫赵浩然 今年16岁了 来自吉林省延绵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夕 非常开心能把自己最珍贵的记忆和爱情分享 好的 今天你带来的记忆包裹里面都有什么 你先给我们看看 就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里面有我们帽子 就包括我头上戴的这顶 这个帽子是什么 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带来的 我练习了十年的相貌舞的帽子 相貌舞 对 我练习相貌舞这段时光 也成为我最难忘的记忆 正好在这里为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中国朝鲜族农业舞相貌舞 在2006年被评为我国第一批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 朝鲜族农业舞 在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看我们浩然在介绍的时候 非常的骄傲 是啊 我们台下坐着这个特别优秀的舞者 依然老师 我们春晚的凌舞老师 对 而且是桃李飞大赛的冠军 对这个相貌舞有研究吗 我知道这个非常难 对 而且我刚刚看他表演的时候 有一瞬间真的非常酷炫 炸出气 太阳对吧 对 而且他还能再给抽回来 然后瞬间再回到中间去 找回那个状态 我觉得特别棒 而且我站在身上其实看到了 不仅仅是在玩这个技术 他其实把这个朝鲜族的那个 热情 活泼 向上的这种精神 还有朝鲜 就是朝鲜族舞蹈里面 他内在那个鼓子里那股韧劲 跳出来了 我觉得特别棒 相貌舞是不是彩带摇得越长 代表这个人的武功越好 是的 那你能摇多长呢 我先试一下20米吧 你现在摇的这一根是多少 这个是15米 你的颈椎应该不错吧 确实不错 今天练习相貌舞 来 我们先来一个20米的 好 可以 看看你能不能挑战成功 不是 哥哥 就是我在摇20米的时候 你可以钻进来 我可以钻进去 我就知道他叫我的名字 没什么好事 如果说你 如果说他这个表演失败了 那就是赖你的 来吧 开始你的展示 好 所以我待会怎么配合你呢 就待会我会摇的时候 你们应该能看到 我在立起来 这个杆上立起来之后 会有个跳圈的这么一个过程 好 在这个立起来的时候 我的左边会有个缺口 是 我就给你一个手势 你上了 你就挂去钻进来 好 就是你就 蹲着钻进来就可以了 好 那个节目组 那个保险的部分 先帮我走下流程 来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浩然从记忆包裹里面 取出了一个20米长的彩带 挑战要开始了 我等着看好戏了 好 现场所有的朋友 尖叫声来一个 三 二 一 开始 摇起来了 太棒了 好 我要随时找那个空档 加油 伯倩 他给我手势了 进来 我进来了 我进来了 我 我失败了 我失败了 蹲着进来 哥哥 对不起 对不起 这个是一个彩排 彩排 彩排 对 这样吧 这样 我觉得刚才这个20米的呢 已经败在你手里了 下面我们让浩然自己来挑战一个 20以上的 有没有比他再长的彩带 你今天的记忆包裹 还有准备比这个更长的 有25米 25米 我可以试一下 来 你说25米的吗 对 然后需要我的协助吗 不需要 谢谢 他这次不需要 谢谢 好 那我们现在有请浩然 从记忆包裹里面 拿出另外一个更大长度的挑战 25米彩带 25米到底有多长呢 观众朋友们 你们知道 全世界最大的哺乳动物 蓝鲸 也就才25米上下 今天现场 我们浩然就要展现25米的彩带长度 天哪 太难以想象了 我以为你要以自己的身高来做比 脚高还要说 1米8 1米8 来 咱们现场准备尺了 拿这个凉一下要不然 我1米7 可以吧 好兄弟吧 来 给我 咱俩又一会了 1米6吗 喂 怎么回事 好的 请准备你的表演 准备迎接彩带吧 掌声 掌声在哪里 加油 浩然 完全没缠住 刚才有好几次差一点点的彩带都被吊开了 太厉害了 好棒 25米 相貌舞 挑战成功 来着25米的也挑战成功了 不知道浩然 你的这个相貌舞彩带长度极限在哪儿 25是最长的了吗 我还想挑战一下30米 30米 30米 还要再长5米 这30米相当于10层楼高的高度的大概 相当于是我的15倍 你是2米吗 你是巨人吗 现在赵浩然即将要挑战30米的长度 刚才我们王岐老师还有依然老师中间飞过去的那个彩带 怎么样 刺激吗 非常酷炫 差点要接住的感觉 是不是没有现场看过相貌舞 看是看过 但是没看过这么长的 对 这么长 而且这样 这个一顺年没有经历过 没关系 一会让二倍上来准备一下 主要是这个 选错人了 你选拨先陪着你挑那个 太高了对吧 我就知道 我也有这个困扰 1米8 你是2米吗 你是巨人吗 好 好 接下来是30米的挑战 浩然之前有成功率跟我们分享一下 25% 25% 看来还是很有难度的一次挑战 是的 那现场所有的朋友 给他一个百分之百的掌声 加油 欢迎赵浩然带来30米的挑战 3 2 1 先跳上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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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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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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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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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9 9 就短短的带子 就是手臂伸展开来的这个长度 对对对 比较多一点 就是那个浩然一上台 刚带的那个比较多一点 我去过那个演技 然后也见过他们表演那个香蚂舞 但我以为就是那么长 没想到还可以增加难度 对 这个30米完全是没想到的 它这个真的我觉得纯属于是 要把这个技术掌握得非常娴熟 而且我也是第一次见这么长的 一般都会是那像 刚刚那个浩然上来一个短的 然后以表演性为主的 因为它是欢庆嘛 然后欢庆丰收 然后大家很那个喜气洋洋 然后非常那个洋溢的那样的氛围 然后但是这个是 我觉得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 然后从我看从20米25米 然后到30米 真的我觉得也非常佩服你的精神 谢谢老师 我觉得特别不容易的是 你现在还没吐一地啊 就是晕吗 因为我觉得跳这个相貌舞 它的头转是非常频繁的 而且尤其是转这个30米的 它的幅度要更大 是 是的 你在训练的过程中 会产生什么样子的不舒服 训练的时候 很多次就是刚开始练的时候 都会很晕 然后吐 基本旁边放个头 练几下就去吐一吐 是真的会吐 真的会吐 特别不容易 我们再次掌声鼓励浩然 浩然 那像你刚才这样子的一个30米的展现 就你所知 大概有其他多少人可以做到这样子的表现 也不算很多吧 特别谦虚 如果是我的话就 没几个 但我觉得特别不容易 而且 如果我们今天要再给你更高的挑战 你给自己设定个目标的话 你再往前冲击的项目还有什么 我是想一次性要两根30米踩在 一分钟跳跃60次以上 而且是蒙着眼睛 现场的观众朋友 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吉尼斯的世界纪录里面 我们是30秒两根 而且是睁开眼睛的最高次数 是40一下 您刚才说你是要蒙着眼睛 时间更长 60秒当中挑战的次数是 64以上 它今天的难度还在于 这是一个摄影棚 是一个录像棚 它可能有风 它可能有外在的因素 它可能会去场 种种的因素挑战 即将让我们见证奇迹 现场的观众朋友 准备好你的掌声加尖叫 邀请赵浩然为我们来进行 创纪录的世界挑战 加油 浩然 好的 好 同时呢 我们请两位守护团的嘉宾老师 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做裁判 有请王岐老师和李依然老师登台 谢谢老师 我宣布 相貌舞蒙眼挑战规则 一 选手蒙眼连续跳跃两根30米彩带 二 选手一次只能跳跃一个彩带圆环 三 挑战过程中 若选手踩到彩带 该次不被记录总数 四 六十秒需跳跃超过六十次 怎么样 听清楚了吗 浩然 听清楚了 六十秒要超过六十次 代表一秒至少要一次以上 非常高的难度 他即将冲击自己的 非常难度的极限挑战 赵浩然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发出指令 三 二 一 请开始 哇 现场所有的朋友 你的掌声在哪里 我都不敢出声 我怕影响他 我都不敢出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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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影响他 吗 İ 我的天것 别说毒素了 我特别担心他踩到 我都忘记呼吸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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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过去一半了 时间过去一半了 有点救回来了 救回来了 救回来了 还能在 伴救回来 最后到数二十秒 浩然加油 加油 最後十秒鐘 偷然加油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時間到 時間到 掌聲鼓勵鼓勵 可不可以先讓我喘一口氣 剛才看到我的心臟都快跳出來了 對 你知道嗎 你中間甚至有幾次纏到腳了 然後你靈活地把它避開了 你知道這件事嗎 知道 能感受到什麼 你跳脫出來的那個 就是 五九身體幅度一大的時候 它的圈會變大 這時候只有蹦得再高更快一點 所以在蹦的過程中 又要頂著壓力 還要同時調整戰術 十年磨一劍的成果即將展現 我們有請我們的裁判老師們 回到舞台 剛才有效的次數是多少次 中間有踩到彩帶的 就是不被記錄總數的 請二位老師來宣布 趙浩然的成績 緊張了 趙浩然挑戰猛眼六十秒 跳躍兩根三十米彩帶 超過六十次 現場連續完成 八十二次 全程動作規範符合挑戰規則 達到挑戰要求 判定挑戰結果有效 李依然 恭喜挑戰成功 熱烈掌聲恭喜周浩然 恭喜你 你熱情一點給自己一個掌聲吧 媽媽 我說剛才就是你謙虛了 太不容易了 老師們點評一下吧 因為我剛才看我太緊張了 我就一直往後退 就快要退到台下面去了 所以她看不見 她完全是要靠心理節奏來感受 那個踩帶到底在哪兒 因為我看中間有幾下是非常快的 我退她也可以完全纏在腳上 但是她靠自己心理節奏給調回來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靠心理節奏 是的 是心理節奏的 因為我能感覺到 她一直在調整自己的呼吸和這個節奏 是的 她閉著眼睛是完全感受不到 這個踩帶在哪兒的 對 相貌五大家金明春 知悉趙浩然極限挑戰成功之後 也是連聲讚叹 非常非常難度大 她這個夢眼睛和她台上 一般我們表演的時候 就差距就在這兒的 她就是憑感覺來調整的 那麼就她這個夢眼睛的話 踩帶的位置在哪兒 她就是感覺 她這個是最起碼 她練了真的是最起碼十年的功夫吧 我覺得她的整個這個相貌的 咬的時候的 整個感覺所有的綜合性的 甚至的她跳過去的 這個感覺都已經她找到了 所以才能她完成這項挑戰任務的 其實難度就在這蒙眼睛的 還有一個這個相貌這個彩帶 它傳統的彩帶是一般它是十二米的 但是它是三十米 它還了不起啊 真的是一般人真的是完成不了 所以就是首先恭喜她 以後能接我的班 一個很優秀的一個傳承人 我在剛剛在想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神奇的事 就不用給我戴那帽子 我也不用搖 你就直接給我蒙眼 你就說你讓我轉這圈走 我決定我不超過三圈 我就不是這邊就奔著那邊就去了 對 肯定就到台下就去了 對 王岐老師那要為我們展示一段嗎 不要 不給節目組添麻煩 剛才我看到這個浩然在跳的時候 二位老師除了緊張之外 還有一點躍躍欲試的樣子 好奇 好奇到底是怎麼搖的 對 是什麼感覺 對 我沒有戴過那個帽子 我們不停留在好奇的層面 我們直接實際的 要不要有這個機會 挑戰不是成功了嗎 她挑戰成功了 那你們倆挑戰沒成功 那個是她個人的高光時刻 你們倆的高光時刻還沒出來呢 浩然這樣吧 教教我們二位嘉賓老師 到底是怎麼搖這個相貌的 我們再給你介紹一下 可以 這個咱們先教大家怎麼戴吧 就選這個頭花 就不用教我怎麼戴 你給我戴就行了 是 再給你戴了 好 都留我眼點 這個輪到不會 你不用說我也會這麼做的 不是要半米的嗎 這個不是半米 這是 這是 最少有三米這個 給亦然老師的 還稍微要長一點 可惜要削 可以啊 那導播我們就踩這一段吧 還是亮相 我成了 怎麼這就會了 我會了 我成了 剛才的這個叫平遙對吧浩然 對 平遙 下一個動作 咱們給增加點難度 你看王岐老師感覺 挑戰不是很難 我都飄了你知道嗎 快殺一殺他的銳氣 一個提示 就咱們這個動作 在做的時候 一定要非常小心 因為咱們這個桿是牽作 它很沉 我之前就有一次 就是練這個左右搖的時候 小腿就被抽得特別特別輕 輕一塊紫一塊 就是你們小心點就好 我沒事 我跟你講 他講的不是假故事 我們大屏幕也給大家看一下 他那個兩腿發青的那個照片 真的 不是下你 這個是我大概三年級的時候 就是剛開始接觸相貌舞的中相貌 就這種相貌 剛接觸的時候的樣子 就差不多是現在這個階段吧 對 特別期待 林本你先繼續叫 我以後這紫萵來回醜就可以了 就看這頭 然後看這頭 就很簡單 咱們紫萵把這個相貌桿 竖著這麼扔出去 然後醜 哎 真的有難度 好像對了一半剛才 見識下去 來囉 王岐老師要飄了 咱們是先往左 就是 看左邊 先左邊 對 看左邊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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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兩位嘉賓跟著上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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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王岐老師 你前面 前面有跟上 前面有跟上 我後面也能跟上 為什麼我沒跟上 打腿了 他這個難點是在哪 他們需要把這個相貌桿 在上面的時候再轉頭 這個時機比較難找 咱們平遙不好嗎 打腿了 真的能打腿了 真的能打到腿對嗎 真的能打到 所以說浩然你當時練習的時候 吃過多少苦 這個真挺多的這個 包括這個腿就是很多刺髮 抽得青一塊紫一塊的全身 然後反正那個時候想下地都難 我們來看 通過大屏幕看一下浩然小的時候 練習這個左右搖的一段片段 因為就像剛才浩然所說的 如果說不是很熟練的話 很有可能會想吐對不對 對 把那個都轉 你轉起來他就能啥了 這個就是左右搖 就左右搖的更難的一個版本 他是四個面都有 他還要轉身的 對 就是 後面好像是舞獅一樣 來看王岐老師 他非常的順暢 王岐老師剛才那段有拍到嗎 還有更難的嗎 有 這個 那個 那咱們就上一個比較難的吧 中項帽一個技巧又點分身 就是這個動作很簡單 李老師應該知道 咱們只要先把這個項帽平搖 然後頭 低下來 對 我看不出來哪裡比較簡單 然後這時候就 好像還沒結束吧 要跳 跳 轉圈 好 好 漂亮 掌聲鼓勵鼓勵 就到這吧 好 謝謝 還有謝謝二位今天拼盡全力的展示 特別是王岐老師 回去 回去好好練習吧 好不好 還差得遠 你說回去那個工作人員那個桶子幫他準備一下 可能要差不多 他差不多了 辛苦了 熱情掌聲謝謝王岐老師 謝謝舞者李依然老師和靈魂舞者王岐老師 謝謝 靈魂快不見的舞者 浩然是不是通過這個項帽舞也拿過很多獎項 是的 拿了很多獎 哇 特別特別厲害 而且我覺得浩然在跳舞的過程當中 不僅是拿這個舞當一個 實現自己個人夢想的一個藝術 同時也是對這項舞蹈舞種的傳承 對不對 是的 這十年來這一路上受過多少的疼 但她從來不放棄 你有想過 就 不想再繼續了嗎 有曾經動過這個念頭嗎 曾經有動過這個念頭 當時是為什麼呢 當時就是抽的腿啊 包括她這個眩晕感每次練完真的很累 然後那個時候也是不想練 哭 就是在家哭 但後期就是看到電視上我的老師 他們在那麼快樂 就是在台上很快樂那種跳著 反正我也感覺我很喜歡在台上那種感覺 我想我還是想把相貌我繼續傳承下去 傳承下去這一種舞蹈 同時也把老師帶給你的那份快樂 傳遞給更多的人 對 剛才毅然老師也是感受了 同樣是舞蹈專業的老師 對 每一個基本功其實都很難了 在剛才能夠在台上 完成那麼完整的一段舞蹈 您覺得怎麼樣 我剛剛也嘗試了一下 我其實覺得真的是 舞蹈這個東西 它真的是真功夫 真的是你練了多少 加上你的天賦 你的努力 才能夠在台上 還不能說展現多少 只能展現一點點 真的是這樣的 所以舞蹈為什麼說 它是一個非常殘酷的一個職業呢 真的是這樣 像我們就是從小 基本上四歲五歲就要開始練 一直到現在 而基本上每天從早到晚 這樣去做一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能堅持下來 都已經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兒了 真的 然後您又可以作為我們 這個年輕的一代 然後能夠將這麼傳統的一個東西 能夠流傳下來 然後讓更多 更多現在的人能夠去看到 能夠了解我們的這種傳統文化 我覺得是特別棒的一件事情 謝謝老師 再次為您點贊 特別不容易 剛才我看小卷老師 也對我們浩然露出這種 非常驚訝的表情 對我們的後生晚輩 有什麼鼓勵的話嗎 特別好 我想說第一個就是 正是自找苦吃 才有了你今天 這麼精彩的表演 所以這是值得我學習的 第二個呢是 我總感覺好多年輕人 會想詩在遠方 把詩和遠方 那詩在遠方 在遠方找詩 實際上你在自己身邊 找到了自己民族文化中的 特別好的地方 就美在身邊 然後把它傳承下去 這個特別好啊 還有一點呢 我覺得從你身上 我特別感受到了我們國家 五十六個民族 每一個民族 都有那麼豐富多彩的文化 讓我特別想學習 你是朝鮮族文化的青春代表啊 所以從你身上 我特別想要學習和多了解 我們朝鮮族的文化 謝謝你 希望你能永遠保持這一份 最初的熱愛 堅持下去好嗎 好的 接下來我們即將開啟《時空之門》 請浩然寄送你的記憶包裹 我現在16歲了 我的記憶包裹 想寄給60歲的自己 因為可能那時候 我已經跳不動了 但是我希望那個時候的我 看到今天這個視頻 內心除了激動之外 更多的是平靜 因為我在能跳舞的時候 一直在傳承相貌舞 我的人生沒有遺憾 請小五點大能耐 超時空快遞站 接收我的記憶包裹吧 請記憶包裹自行進入街口 你的記憶包裹 你的記憶包裹已進入時空隧道 它將和長大後等你見面 請領取你的專屬成長意境 趙浩然加油 浩然加油 我們未來再相見 希望你乘著相貌舞 繼續傳承這個美好的文化 拜拜 未來見 浩然再見 海牙 1990年出生於湖南湘潭 中國科幻作家 2023年憑藉時空畫師 獲第81屆世界科幻大會余果獎 最佳短鐘篇 中央電視台小不點大能量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少年守護者海牙 小時候我時常泡在書店 一看就是一整天 我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 便寫著與眾不同的故事 那時候我買了許多科幻雜誌 主要是為了緩解學習的壓力 也許就是從那個時候起 一顆顆幻想的種子就種下了 閱讀和寫作在外人看來 可能都是非常枯燥和乏味的事情 但實際上這個過程中 包含著夢想、熱愛、堅持 缺一不可 電視機前的青少年們 你們是這個世界的未來 也是變革和創新的動力源泉 我希望你們都能保護好自己的想像力 堅持夢想並付諸實踐 在這個過程中 你們將獲得面對未來挑戰的勇氣和能力 仰望星空與腳踏實地並不相悖 雖然你想照進現實 可能需要很長的過程和時間 但只要付諸行動 耐得住寂寞 並且享受這個過程 我相信每一顆夢想的種子 都能擁有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地 各位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 本期的節目就到此要告一個段落了 其實透過剛才所有少年的展現 我們都特別感受得到 真的是台下十年功 台上只有一分鐘 而他們也在在驗證了那一句話 人生來沒有天賦亦比 優秀的人都是持續地翻山越領 再次感謝今天我們少年守護團的各位嘉賓們 以及台下的各位觀眾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同時我們也歡迎電視機前的少年們 報名參與到我們當中 現場打造屬於您的難忘經歷 好了 現在小不點大能耐 就要告一段落了 感謝您的收看 時空大門即將關閉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吧 拜拜 謝謝大家再見 謝謝 拜拜